登上八达岭长城 这里被称为瞭望中国的窗口 这个地方接待了世界一百七十多国家的 长寿瘦脑都是在找得下 来到云岗石窟 感受艺术瑰宝的魅力 四面都有这种比较大型的佛堪 而且是上下两层的 岳阳楼上欣赏洞庭美景 品味相处文化 岳阳楼它是很运气 比构险 真美 漫步西湖 诗情画意 自然与人文浑然天成 大部分的很多西湖是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走进敦煌墨高窟 近距离感受古代艺术的精美绝伦 这是飞天吗 是个龙 采访文武专家 了解文武修复的细致入微 这个设备就会按照我们的指令来拍摄 所拍摄的数据 最后通过文线传说的方法 就进入到我们的内部电脑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大好河山》 人文圣经 假天下 正在播出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不仅拥有广袤的大好河山 更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经过5000年的起点 中国保留下来的众多文化精华 已成为全世界的文化遗产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 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 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 自西周时期开始 延续不断修筑了2000多年 1987年 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5年 远方的家事旅组 来到北京北部的巴达岭 巴达岭长城是明长城的精华所在 如今 它不仅是文明世界的旅游圣地 也是国家重要的礼宾场所 与万里长城其他段不同的是 巴达岭作为最早向游人开放的一段 以接待两亿人的记录 成为接待游人最多的长城景区 从1954年 周恩来总理 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 游览巴达岭长城开始 截至2020年 巴达岭长城 共接待了全世界500多位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您已经多少年没有登上长城了 10多年了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再次 跟吴老师一块站在城墙 在城墙之上也是我们特别幸运的一件事 这里任何一个角落 应该您都非常的熟悉 对 从您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 您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外宾 在长城上游览 我从调到这个景区以后 直接就负责这个工作了 哪一年还记得吗 91年 91年 对 那么早 天哪 这样说起来的话 真是 这个思绪会飞得很远 25年了 我们拍摄是 吴静存老人已经77岁高龄 退休之前 他是巴达岭特区的工会主席 自从调到巴达岭景区后 就负责外事接待工作 在巴达岭长城上 他曾为170多个国家的元首 和政府首脑 介绍长城及深厚的历史文化 正因为如此 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长城吴 那您还记得 您第一次接待外宾时候的场景吗 第一次接待外宾的场景 第一次来就是曼德拉 曼德拉来的时候 他是非洲人 初遇27年在监狱生活 初遇以后 当了南非总统以后 领导人以后 第一站就来到中国长城 当长城的 老头非常简朴流行的来了 非常恨爱他 在这个门口迎接来以后 一直我陪他登到回三楼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从这儿数的 就是中间的 第三个敌楼 对 第三个 一二三 就是那儿 他要过去趴到敌寺去 我们也趴 那敌寺呢 直上直下 非常的陡 嗯 没想到 也是为了他的身体考虑 对 对 对 走到那儿以后下来 下来在这儿找的像 就在这里是吗 就在这里是吗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也应该是在八大岭长城之上 一个最好的拍照的景观位置 对 对 这个地方 接待了世界一百七十多国家的 政府首脑 都是这儿找的一下 都在这儿 这一百七十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当中 您参与了多少次 嗯 几乎是都参与了 天哪 你只要听这个数字 其实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经历 一百七十个国家的国家政要 对 领导人 而且大部分都是 非常难 那个这一百七十个国家的 国家的性质不一样 有皇室的 嗯 皇室的就得成为他们陛下 嗯 他们的那个官员的殿下 殿下 嗯 民主国家的总统 总理呢 就是国家 哦 都成为不一样 嗯 截至2019年 八大岭北楼的平台之上 已经有五百多位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在这里合影留念 并留下了对万里长城的赞叹 和对中国人民的祝福 那您接待了那么多的国家政要 他们形容这个长城给的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他们给的长城的评价最主要唯一的就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太奇怪了 嗯 另外中国人太伟大了 嗯 每个国家的总统都赞叹了 中国的总统都赞叹了 卡斯特罗说 最好什么也不说 感谢总统 总统都对穿上有什么看法 对 最后对穿上有什么看法 对 最后对穿上有什么看法 好 就在重来安静 对 对 如今吴近存老人曾经讲述 和见证的精彩分成的中国故事 依然在雄伟的八大岭长城之上 不断续写着 八大岭长城依然如同一条 象征和平和友谊的纽带 连接着中国和整个世界 纵观古往近来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 也因互建而丰富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钢石窟 正是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兼容并序 互惠溶通的地方 云钢石窟被誉为 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 2015年远方的家设计组来到了这里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 研究云钢石窟三十多年的张老师 作为我们的向导 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张老师 那这个云钢石窟 它建于什么时候 建于北约 现在咱们走的这一块 是最早开凿的台药五窟 就是从十六窟到二十窟 张海燕是云钢石窟研究院的研究员 在云钢石窟已经工作了三十五年 据张海燕介绍 大同曾是北魏首都 云钢石窟就建于北魏 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现存主要洞窟有四十五个 大小造像五万一千余尊 云钢石窟是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 第一次由一个民族在一个朝代内 雕作而成的皇家风范的佛教艺术宝库 按石窟形制造香内容和样式的发展 云钢石窟可分为早期 中期 晚期三个阶段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早期作品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窟 这个小坡有十六米高 袈裟上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坡 小的坡 哇 像这么大的一个洞窟 也是靠人工一刀一刀枣 一刀一刀 它开着的时候就是从上面名窗 往下开着 一定的时候 然后下去再洞窟 窟门同时开着 据张涵彦介绍 后人为了保护雕塑 工匠把木庄打入佛像 并以绳子固定 外父泥塑彩绘 但时间已久 泥層脱落 木庄裸露 形成了现在的小孔 第十六到二十窟也叫谭恶五窟 是为了纪念最早再次开凿石窟的高僧谭恶 在那个大河的右侧 那几个地质 这就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是怎么能看出来呢 从它的造型的 造像的手法和服饰 装饰都能看出来 就是受外来西域 或者印度传出来 这种古希腊的影响 谭耀武窟的主要造像 为三世佛 佛像高大 面像方圆 高笔深舞 双肩齐挺 谭耀武窟的雕刻技艺 继承发展了汉代传统 又吸收融合了 古印度的艺术精华 在所有的石窟中 最能代表云钢石窟 早期艺术水平的是 第二石窟 这边是一尊露天的大佛 这座大佛 为什么不建在洞窟当中呢 原来是有洞窟 后门 瓶窗都有 因为自然的原因 可能太大了 这尊佛像的面部 是特别的立体 而且在它这个眼珠上面是 有琉璃做的 镶嵌的有琉璃 上面你看到火焰纹 非常的精细 是 你看上面的飞天 也栩栩栩栩栩 为了保护石窟 后代曾经修剪木结构的窟岩 站在二石窟大佛前 还能看到以前窟岩的立珠住处 张海燕介绍说 虽然二石窟的窟岩已经不在 但中期洞窟的窟岩保存的较为完整 据张海燕介绍 第六窟规模宏伟 雕食复利 技法精练 在云岗石窟中期洞窟里 最有代表性 外边的窟岩都气度不凡 我们对洞窟内的作品更加期待 哇 真的不愧是来到了最为精华的一个石窟 它不光是从雕刻记忆上来说 非常的精美 精细 而且还有了这样的彩绘 对 有很多的颜色 这个颜色应该是清代的 而且跟早期的石窟比起来 不一样的是 它这里面是有一个塔座面 这是个塔座 是个塔座 四面都有佛看 大学的这个尚下两层 北魏迁都洛阳以前的孝文帝时期 是最稳定 最兴盛的一段时期 在此期间雕枣的中期石窟 也是云岗石窟的鼎盛阶段 汉化趋势发展迅速 石窟艺术中国画 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 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 佛将面相 风源适中 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 这个岩壁上面就是石雕的连环画 讲述的都是一个一个故事 就是讲述释迦摩尼一生的故事 这一故事就讲述释迦摩尼少年时期射箭 比武射箭 比武射箭 云岗石窟东西绵延约一公里 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点 与鼎盛的中期洞窟相比 晚期洞窟的规模相对要小了许多 小文帝迁都以后 迁都洛窟 这些小洞窟都是民间 善男性女开招的晚期作品 是洞窟规模相 它在凿这个洞的时候 有一个规则吗 后面是没有规则 就是你有这个善男性女 你绝在一块 它就让那些石教们就是凿一块 除去规模教校 晚期石窟 佛像和菩萨面形销售 场景 窄间 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 出现了一种清新典雅 秀骨倾向的艺术形象 这种小窟小看的圈箭 一直延续到公元524年 整个云岗石窟的雕草 持续了60多年 云岗石窟它作为四大石窟之一 它和其他的三个石窟 它修建的时期是一样的吗 这是不一样 中国的佛教是从西面传播的 第一个规模最大是东华 从东华往东是外籍山石窟 之后就是传播到大唐地区 之后就到了龙虎石窟 这是沿着丝绸之路传播过来 这个丝绸之路的沿线还有万里长城 这个万里长城也起到了保护这个丝绸之路 还有保护沿线的文化的村 云岗石窟是公元50级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封碑 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 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历经千百年沧桑 它也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从建造云岗石窟 一千多年了 一千六百多年 这个自然的因素的分化 有的佛像剥落了 当然还有一些人为的破坏 比如这个的互动 这就是三十年代被盗除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 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 对云岗石窟进行研究和保护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目前云岗石窟的保护手段 逐渐走向数字化 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 在世界雕刻艺术的保护中 云岗石窟将继续保持它耀眼的光芒 岳阳楼上欣赏洞庭围情 品味相处文化 岳阳楼它的风景 也构成最美 漫步西湖 诗情画意 自然与人文浑然天成 大部分的行程 对西湖所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好河山 人文圣经假天下 正早播出 位于湖南省岳阳市洞庭湖畔的岳阳楼 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 也是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 自古就有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楼的美誉 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所作的散文 《岳阳楼记》在中国家喻户晓 文中所倡导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 对后世影响深远 这一使得岳阳楼 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 像岳阳楼被称为是 中国江南三大名楼 和藤王阁 还有这个皇后楼相比较起来 岳阳楼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三个楼它们文化都很深厚 你想这个岳阳楼是岳阳楼记 岳阳楼最后有一所石材上面 藤王国有藤王国系 但是从它的建筑美学 和它的横顶美学上去看 岳阳楼是以景圣 因为有东东湖 景圣景很美 岳阳楼是以形圣 以藤王国的话的 是以资圣 就是它的建筑形式很美 但是岳阳楼它的横顶的构成 是最美的 岳阳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时期 那时的岳阳楼 也正是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让岳阳楼天下闻名 如今在岳阳楼的一楼和二楼 最显眼的位置 都挂有岳阳楼记的木质雕屏 在岳阳楼的二楼呢 我们看到了一幅雕屏 上面所篆刻的就是 人们最为熟悉的岳阳楼记 那这个雕屏上是由谁来书写和篆刻的呢 在生态的时候 当时就有一幅雕屏 因为岳阳楼是一个木头 是寻木结构 就被大火翼烧油烧掉了 这幅雕屏是在清代的时候 张兆所书的 张兆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 其书写的这幅雕屏价值连成 在清朝末年 当地的一位枝贱曾将其盗走 但因为意外而沉入了洞天湖的湖底 十几年后 当地渔民又意外地将雕屏打烙了出来 渔阳有一个文人叫做吴敏树先生 他做的这是渔阳楼记的一个雕屏 很挑不起 很有文物价值 他自己看到这个螺子审败 这个螺子使他补上去 这个女国两个字也是审败的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 看得很痕迹 修补的一个痕迹 这是她临摹把它停上去的补上去 后来到了1932年民国时期 这个岳阳楼大修的时候 他就把这幅标评 文笔归照就放在岳阳楼上 岳阳地处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 是一个连接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 早在宋朝之前 很多文人末客都来过这里 唐朝著名诗人杜甫 就曾写过一首名为登岳阳楼的诗 1964年毛泽东主席到岳阳视察时 还亲笔写下了杜甫的登岳阳楼 1983年维修岳阳楼时 当地人将其制成雕瓶 挂在岳阳楼的三楼上 像登岳阳楼大家也同样是非常熟悉了 尤其是前四句西门洞亭水 金上岳阳楼 武处东南彻 乾坤日夜福 那像岳阳楼吸引了这么多的文人末客来到这里 那它现在能够体现出来哪些文化的价值 那么岳阳楼的文化 我们把它总结归纳起来 就是三座高峰 第一座高峰是当时 当时之所以 都不得就是跟岳阳楼 从梦好元代 望东陵城上升下 化在岳阳楼的左边和右边 在圣诞的时候 而是以翻着岳阳楼滋 因为岳阳楼即使来先天下之游 游弱 后天下之游弱 这种游弱观 文明已是成先不结成 但是文化是远远流长的 并不是那么长远就没有文化了吗 在清代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楼和二楼 包括我们三楼所见到的 基本上都是清代 如今的岳阳楼 已经成为当地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人们在这里可以了解 岳阳厚重的历史文化 同时也能欣赏洞庭湖的美景 您觉得一天不同的时间段 一年不同的季节 洞庭湖所呈现的景色有什么区别 它的早晚的时候 都完全不一样 它早上在这个湖面上 都是这个无极针头 这样的焉不豪苗的一种感觉 到了晚上的时候 特别是晴天 它在落霞的时候特别美 叫做东顶日落 成为东顶古典节 从一年四季的角度去看的话 到了军队我们感到 巴布里东顶的武学 还是很平静 到了夏天的时候 江学翻译 到了秋天就是 巴黎湖学平嘛 孟后园这时候之间的开发 它像波平于尽 到了登顶的时候 它也是基本上 也是很平静 一直以来 东庭湖都是岳阳楼 最美的风景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 岳阳楼已经成为 东庭湖的重要标志之一 那些千古名片 已经把东庭湖和岳阳楼 紧紧连接在一起 成为长江流域 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 与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相比 杭州西湖的面积 不到洞庭湖的百分之一 但是西湖却是中国历史上 最富盛名的湖泊之一 也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浑然相容的典范 西湖就如同杭州人的一座花园 不要说一年四季不断地赏花 赏月 尽香 踏青 哪件事都不会离开西湖太远 我们来到杨公堤 这里被誉为杭州最美的一条路 这是杭州最漂亮的一条路 原来叫西山路 那么现在改造成叫做杨公堤 那么以前路只有那一半 还有这一半就直接变着水 然后改造了这个以后 它就把西湖和这条路又变通了 所以你走进来 你会觉得那个西湖 跟这个西湖是一体的 所以你会觉得特别舒服 那么这条路呢 以前是没有这个站道的 那这个站道它开拓了以后 就让行人可以环绕西湖 可以在这里走很长一段路 你可以体会到西湖带给你的 就是很清静的这种触摸的感觉 更清水了 更清水 对 你看它有芦苇 有这种天然的树 然后这个地方呢 平时很少能看得到人 实际上很多老杭州 都会觉得这条路的记忆 承载着过去跟现在 据说在杭州的上空航拍 最直观的就是 郁郁匆匆的植被 和在绿色沿蝇下的西湖 走在杨宫堤 人们可以同时享受着 这两种杭州的眉 道路将西湖分隔开 两边的风景也不相同 赵老师说 在杭州并不用买门票 去观赏西湖的眉 杭州市政府在西湖边 修上了一圈这样的木栈道 人们可以真正地走在西湖边 与水亲密相处 在西湖边还有很多本地人 他们用相机对准西湖 记录西湖的眉 那这个角度是您特地找的吗 还是无意间发现的 其实在西湖边 要找一个好的景 还不是说游客 你能看得见的那个角度 我肯定是得找一个特别 我觉得构图也好 开阔也好 或者是包括我要的情景也好 就是这种角度上来找 潘姐是杭州 小有名气的摄影师 拍摄西湖已经有将近八年时间 八年中他走遍西湖的各个角落 用自己的视角记录西湖 其实在杭州拿相机的人 我相信有一大部分人 都是喜欢拍西湖的 还有的人就在拍西湖水域当中 比较专业的 拍鸟的 拍日落日出的 然后也有拍荷花的 其实大部分的杭州 对西湖是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总觉得杭州的这个城市 跟别的城市是不一样的 大部分特殊的 那么你观赏西湖的时候 那你到这个位置 在西湖的给你的感受是这个 然后你换一个角度的时候 或者换一个位置的时候 给你的感受又是另外一种 所以它不断地有一种新的认知 对西湖有新的 不断地有新的认识 所以因此十二九十以后 人们就觉得西湖很特别 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 潘姐也等来了 他想拍摄的西湖传景 潘姐告诉我们 对于杭州人来说 西湖一年四季的美不仅相同 我们拍摄时是夏末秋初 湖水平静 也是西湖边最为绿意盎然的时刻 在潘姐的作品中 我们看到了杭州人眼中 一年四季不一样的西湖 都说秦湖不如羽湖 羽湖不如雪湖 其实更多的是人们 对于西湖那种意境的向往 潘姐从小就生活在西湖边 她告诉我们 想要拍好西湖 首先要了解西湖 我那是从杭州长大的 出生在杭州 就住在西湖边 我搞摄影那么多年 但是之前我就没有 这么好好的拍过这个西湖 突然有一天 我在西湖边上逛的时候 我河塘里面那个光闪过来之后 我突然有一种画面感 是一种动态 所以我觉得我记忆当中的西湖 和以前古人所想的西湖 这之间它有某种关联 杭州人的生活围绕着西湖 围绕着水 喝茶也是杭州人 必不可少的休闲方式 跟随赵老师 我们来到锅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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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是 好久不见 都认识 王老师是圈内做茶具 和喝茶比较有影响的一个老师 所以听他介绍介绍 那这喝茶的地点也是您选的 对 因为这个是 离西湖最近的一个茶室 然后前面一个淑滴 泡茶的茶具 都是汪红自己的收藏 能看出杭州人 对于喝茶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 无论是气局 环境 茶叶本身 都有自己的标准 按照宋代的建展的方法 来泡这个农景茶 这个跟我们上一代的泡法还是不一样 上一代就比较喜欢一个玻璃杯 就泡到底了 汪红说 杭州的水滋养着这座城市 也滋养着当地人 杭州人生活讲究 活得精致 在不同的地方喝茶 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茶具 水波性的器皿 正好对应今天的湖景 而饮湖也是泡绿茶的最好选择 唐朝的杭州人喜欢将茶制成茶饼 煎煮后连茶带汤一并饮用 两宋的杭州人喜欢将茶饼碾成粉末 而后以茶盏称制 明朝杭州人饮茶 则舍去了这些繁文入节 直接冲跑茶饮 品味茶中最原始的滋味 并一直延续至今 到今天我们看到杭州人喝茶 那种精致和讲究 其实就是历史与文化的滋养 这个整个的西湖 其实山水其实好多地方都有 但是区别最大的 我觉得还是一个 它有一个人文的一种背景吧 所以特别是在杭州这地方 就是大家说豆茶豆茶 所以大家喜欢交流 再一个的话 当茶和人文跟书画连在一起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茶已经从 我们讲的柴米油盐茶走出来了 走到人们的精神层面上 你到杭州几乎所有的景点去看 都有茶室 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 喝茶的地方 它更多的是大家会有聚会 聊天或者品茶 或者豆茶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会把我们喝的茶 和西湖的景致联系起来 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那这个我觉得是 在杭州喝茶特有的一个 感受 一个茶的内行 无论是日常早餐中的一杯茶 还是西湖边的雅炬 喝茶是杭州人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 仅看自已 茶时 人在草木间 是人与自然的融合 龙锦茶融入西湖 而西湖又融入杭州人的生活之中 历史不仅仅为杭州留下了山水 更多的是为杭州保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地蕴 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杭州人 走进敦煌墨高窟 近距离感受古代艺术的精美绝伦 这是飞天 那是个龙 是个龙 采访文武专家 了解文武修复的细致入微 这个设备就会按照我们的指令来拍摄 所拍摄的数据 最后通过无线传送的方法 就进入到我们内部电脑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好河山 人文圣经 假天下 正在播出 位于河西走廊西段的敦煌 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历史上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 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 世界上现存洞窟规模最大 内容最为丰富的佛教石窟建筑群墨高窟 就坐落在敦煌史明沙山东路的断崖之上 墨高窟又叫千佛洞 因位于沙漠的高处而得名 这个享誉世界的艺术圣地 一直让我们魂牵蒙绕 2013年 经过设置组的多次申请协商 终于获得了拍摄的许可 走近它难以我们内心的激动 尽管从无数的照片当中和文字描述当中 想象过墨高窟的样子 但是当我真正第一次站到墨高窟的时候 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带领我们参观的是被称为敦煌女儿的 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师 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 大学毕业后她便常年扎根大漠 潜心石库的考古研究 到采访时已经在这里工作了50多年 这个顶应该叫做什么 副斗式吗 副斗顶 副斗顶 对啊 嗯 这个是我们中国式的 纯中国式的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你们照上面 这是飞天 上面是个龙啊 是个龙 这个为什么画这个龙呢 中国人喜欢这个龙啊 龙是皇帝皇权的象征 所以她呢 把这个佛 佛是天上的最高的主宰 他为了 说明这个佛的高贵 地位最高 所以她呢 龙来化 实际上是慢慢地世俗化 世俗一些东西 世俗化了 活动 所以这是龙的神像 周围就是张识图案 石窟按功能建筑结构 可分成十余种之多 墨高窟的每一个洞窟 都像一座房子 它的装饰特色 反映了建造年代的艺术特征 凡院长 这些当时都是用 用矿石画的吗 原颜色 原颜色 35号洞窟 四周壁画比较简单 远没有一些洞窟内容丰富 但是对她的数字彩集 依然是要求非常细致 精确 您好 这上面这台机器叫什么 这是我们现在就说 做的壁画高法 就是数据彩集的一个中文化设备 这有点像我们用套过这个轨道 对 这个是就专门为动物设计的一种 就是数据化拍摄的一种轨道 从2008年开始 凡景师院长和研究院的同事们 就有了用数字技术 永久保存墨高窟壁画的构像 到2010年 终于可以达到高清晰度 高色彩还原度的保存水平 构像得以实现 这上面是一个大大的照相机 这上面是一个灯光系统和相机一体的 这样一个就是一个装置 然后在电脑上输入它的运行轨迹之后 这个设备就会按照我们的指令来拍摄 所拍摄的数据呢 最后通过无线传送的方法 就进入到我们内部电脑 它就在现场对这个图像的品质 按照我们制定的这个工作标准和流程 进行检测之后就进入数据库 墨高窟保存着从十六国到元代 十个朝代一千多年间修建的735个洞窟 壁画4.5万平方米 泥制彩素2400多尊 其中有以唐代时期的居多 也代表着墨高窟艺术水平的顶峰 为了既保护文物 又让游客能近距离地欣赏 精湛的绘画和彩素艺术 墨高窟建起了一系列的仿真洞窟 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对外开放的 最精彩的一些艺术杰作 这个洞是公元八世纪初吧 圣唐的 圣唐时期 这个非常好 大家看这个 你看它后面平台楼格 看见没有 看到了 华丽吧 富丽堂皇吧 而且它整个图画的 这个延伸感特别的强 立体感 众生感 对 实际上它的透视 是中国式透视 中国式透视 中国式透视是像看花盆这样的 我依然无语 我没有什么前大后小 我啥都能看到 按照这个西方的透视吧 有的就看不着了 太远了嘛 如果按照西方的话 它会有虚实变化的 有虚实 有的太少了 我呢 啥都在那里看着 眼前就是一幅圣唐壁画 观无量寿晶变 壁画除了有气势辉煌的大场景 对于细节的描绘 也非常入微 建筑的细部结构 什么帘子 什么门窗 什么台阶 什么踏步 斗拱 都描写得非常细 像真的一样 然后你在看建筑里头 飞出来飞天吧 飞天 飞出来飞进去 看到没有 看到了 是飞上去 然后在天空中间乐器 看到没有 这是叫方向 那是软弦 然后有琵琶 琵琶 琵琶 有腰骨 有各种乐器 这些珍古的壁画 虽历经千年沧桑 至今仍然是金碧耀眼 粉末逼人 一派圣唐气象 说起墨高窟的壁画 早已年过鼓戏的 梵琶师院长 滔滔不绝 眼镜里似乎还有 50多年前 刚来到墨高窟时 兴奋的光芒 他告诉我们 数字采集 是为了将现有的壁画 进行保存 方便以后 查看临摹和修复 在对墨高窟壁画的 保护工作中 最为复杂和繁琐的 就是对壁画进行修复 因为年代久远 墨高窟壁画大部分 都出现了旗甲 空谷 苏碱 脱落 等各种问题 而解决每一个问题 都需要非常细致的 若干环节的操作 空谷就是 这个泥皮的壁画 离开墙了 离开盐气了 离开盐气中 把帮掉的 这不是没了吗 没了 所以它就把它 用灌浆 把它粘回去 粘回去以后 刚才说那些用药什么的 过程都完成了 它不是有水分吗 顶住 顶住 就说慢慢就得干 干到一定程度把它取上来 对 那么这也是一种取盐的办法 就是这过程 每天要换表面子 要拖颜体 这一块是拖颜体 就要有空的 每天要把表面子 要换掉 要换掉 换干净的 对于这些千年以上的人类瑰宝 这些壁画也好 还有这些彩素也好 它们最大的敌人就是盐 对 就是盐份 壁画 壁画 很多修复师在这片戈壁摊上 工作了一辈子 几十年也就能修复几座洞窟 从1944年开始 经过极大人的努力 墨高窟终于重新焕发了光彩 跟着樊院长走进墨高窟 设置组内心深受震撼 震撼我们的是光彩夺目的艺术瑰宝 更是弃而不舍的内心坚守